歡迎收看食神 這次由我Nelson 教大家吃點好東西 好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間 就是容器的飯盒 為什麼要和大家吃飯盒呢 其實因為我 雖然你說你是老闆 為什麼經常吃飯盒 我們都很忙 還有就是我們在中環 其實很難找位 所以其實經常都要吃飯盒 容器的飯盒 即是吃燒鵝 吃燒鵝的飯盒 和在現場吃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來看看 似乎好像小時候 不知道夠不夠飽 當然還有他們的醬 來看看 果然很適色 我覺得它的燒鵝 當然都OK出名 當然有很多人說 有其他的幾間更好吃 但是當然我們今天試 就是看看它 如果買外賣回來 究竟好不好吃 還有究竟是不是真的 和在現場 是可以揮揮的呢 我們今天試試 那好了 吃飯盒呢 我們都講究一下 怎麼都要喝一杯酒 我一定要喝酒 今天我選了一瓶酒 就叫做 Red Carpet Pinot Loire 它是California的一瓶 就是Pino 我覺得Pino配燒鴨 燒鵝 燒鵝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所以今天試用這瓶 來配搭我們今天的飯盒 嘩 顏色呢 都是比較淺色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三年 其實都已經五年了 香味都不錯 OK 這瓶就可以馬上喝 這樣就適合 今天呢 試這個飯盒 那我 好了 事不宜遲 試一下這個容器的飯盒 試一下它的燒鵝 試一下它的燒鵝 那我呢 今天呢 我就特地要求 是要這個鵝胸 要多加15元 整個飯盒呢 就85元 85元這個飯盒來講 比較低色了一點 但是呢 試一下它的材料 行不行呢 他就是回家 可以吃的 適合 再一口 螃蟹 我如果吃了 雖然 它是 Au 雖然這麥五雞肉 不會很滑 但是呢 鵝肉看起來 其實它是 你會不太滑 但是呢 如果它看起來 你會不靜avic 嗯 飯又硬了 不過它現在是很熱的 鵝肉很硬 整件事就是 它的鵝肉真的很硬 跟我們平時去吃 感覺很不同 可能選擇最漂亮的部分 這個可能變成 這個飯盒 鵝肉很硬 而且比較硬 好了 花了六分鐘時間 吃完這個飯盒 因為大家看的尺寸 確實是比較小的 還有就是 我覺得 如果是以外賣來說 它的鵝肉 真的比較硬 而且皮 當然是 因為已經拿了一段時間回來 已經軟了 不過有一點值得一讚的 就是它其實 真的不太肥 因為我看到這麼多 平時你去吃燒鵝 有很多肥 在裡面 就是這個 確實是它的燒鵝 真的不肥 而且肥高的位置 只有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值得一讚 還有醬汁 拌飯是不錯的 好了 綜合而言 這個飯盒 我就給了六分 那就 合格有餘 但是 如果以後 有其他燒鵝的飯盒 我都會試給大家看 希望 即是 compare 容器這麼出名 其他品牌又如何呢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那間好吃 那間好吃 那其實哪間最好吃呢 我們就逐間逐間試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下個星期 繼續留意我的食神 unboxing 還有 接下來都會帶大家 去吃多些fine dining 記住留意 我們食神這個節目 下個星期見